那马上就进入我们第一轮的测试环节了 这一轮的测试呢 非常的简单 但非常实用啊 就是我们的日常用药测试 你感冒以后 是否会几种感冒药 一起吃呢 第二题 你是否会经常因为胃不舒服 吃胃药 第三题 你是否会经常吃止痛药 第四题 你平时是否会常吃抗生素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 你是否会想使病情得到缓解 而增加用药量 好的 我们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也可以在家里进行一个自测 我们记一下结果 那接下来我们就看一看 我们厂上的四位嘉宾的检测结果 好的 结果已经出来了 怎么样啊 全军覆没 那就一个都不能选呀 那叔叔选了一个也是红颜色的呀 这是是不当啊 这否是不当啊 我刚才你看我一半一半 都说明我两个答是两个答否 我也不知道那是是答错的 那否答错了 人答是啊 就有这样的危险 是就是危险 对 否没事 我们刚才提出的这个五个问题啊 这个都是可以引起极限腎脏损伤的一些因素 所以只要有一个 只要有一个 就是高风险 高风险 就是高风险 对 有没有 就有这样的可能性 现在感觉到我这个 这肾都有点疼了 那应该是心理因素吧 那是做的啊 就急性肾衰 这个风险 危险 还是很常见的 嗯